娱乐第一眼 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娱乐第一眼 泰国的旅游业高度发达 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游客前去观光 然而很多读者也许听说了 泰国如今依旧是实行军主制的统治 因此很多风俗习惯必须入乡随俗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主人公 是41岁的泰国王后苏迪达 苏迪达继承了很多是立即太后的珠宝 可以说是被婆婆认可的正牌儿媳 不禁让人感慨 苏迪达的受宠程度不一般 都说不被父母祝福的感情 很难有一个好结果 马哈国王虽然一生迎娶过四位妻子 但是父母最满意的儿媳无疑是原配 宋妃出身高贵的育昆家族 又是失利级的亲侄女 这样亲上加亲的感情是旁人不能比拟的 但是感情的事情就是无法勉强 没有爱情为之的婚姻必然是举步维艰 宋妃虽然在结婚的时候就拥有了楚妃的头衔 但是没有马哈国王的爱 这一切注定都是过眼云烟 众所周知了 泰国王室资产高达300亿美元 这在世界王室当中排名第一 土豪和奢靡程度可想而知 失利吉太后年轻时期貌美如花 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珠宝和首饰 其中最受瞩目的无疑是后冠 光目前出镜过的就有七顶之多 上面镶满了钻石可谓是价值连城 其他的耳环项链以及手镯更是不计其数 让无数女孩羡慕不已 失利吉太后爱美是出了名的 每次陪伴普密鹏国王出席活动 或者会见外宾的时候 都要精心的打扮一番 在华丽珠宝的衬托下 失利吉太后显得更加端章优雅珠光宝记 然而人们翻阅泰国王室老照片 就能够发现 除了宋妃曾经佩戴过失利吉太后的后冠 其他几位王妃全都没有佩戴过 甚至连老太后寻常的首饰 也没有戴着出现过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家 父母和公婆的成家宝都会交给儿媳 而失利吉太后的反常举动 可能性只有一个 在他心里 这几位王妃根本不是心仪的儿媳 失利吉一生备受宠爱 从来没受过任何委屈 但是马哈国王这个儿子 却让他倍感头疼 他为儿子选择了年轻貌美又出身高贵的宋妃当儿媳 没想到不到两年就感情出现了危机 之后呢 马哈国王虽然换过几任王妃 但是却一个都没有入老太后的法眼 直到情商颇高的苏迪达出现之后 整个事情才出现了转机 失利吉太后呢 终于将珍藏多年的珠宝拿出来一部分 其中苏迪达王后继承的不光是有一对耳环 而且啊有五条金官闪闪的腰带 也是婆婆最赠送的 虽然啊 苏迪达王后呢 继承的珠宝不算多 但是比起其他王妃来说已经很好了 毕竟成为了被婆婆认可的正牌儿媳 尤其啊是在失利吉太后87岁大寿的时候 苏迪达更是以儿媳的身份向太后请安 苏迪达虔诚的跪拜在婆婆身边 享受了王室之中难得的亲情 虽然苏迪达跪为泰国一国之母 但是拥有的珠宝数量却是少之又少 连婆婆的领头都不够 但是失利吉太后呢 居然将一部分的珠宝赠给苏迪达 这也从侧命证明了是认可这个儿媳的 早就听完苏迪达情商高 没想到啊 连阅人无数的失利吉太后都能搞定 也是难怪能够坐稳王后的位置了 昔日在电视剧和小说当中才能看到的场景 如今在泰国王室却是真实上演 本期呢带大家探讨的问题是 苏迪达和施尼娜的起点相同 为什么苏迪达能够成为母仪天下的王后 而施尼娜贵妃则已经忍走茶凉了呢 苏迪达王后和施尼娜贵妃与马哈国王相遇的时间 大概是在2008年左右 当时泰国王妃还是希拉米 当年的希拉米宠爱啊 堪比是杨贵妃啊 又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公粉带无颜色形容都不为过 尤其呢是在生育了提帮公享王子之后 希拉米像是获得了王牌一样 形式作风都无比的高调 艾美是女人的天性 施利及王后呢不认可这个儿媳 因此啊 王室珍藏的珠宝一件都没有传给她 希拉米在马哈国王的默许下 经常前往欧洲购买奢侈笔和名牌包包 泰国王室呢虽然不差钱 但是也绝对容不下如此招摇的女人 因此找了一个借口将希拉米贬处出宫 正牌王妃被废后 苏迪达和施尼娜作为红颜知己 看到了希望之后开始表现自己 今年马哈国王继位后 分别册封了他们王后和贵妃的位分 当年两个人地位相同 也都是出生贫民 在获得了马哈国王宠爱之后 飞上枝头变凤凰 但是王后和贵妃之间巨大的身份差异啊 导致两个人必然是争风吃醋 那么为什么如今苏迪达是母仪天下的文后 而施尼娜贵妃呢却已经仍久茶凉呢 首先啊性格方面 苏迪达性格稳重情商很高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为人谦卑 但是确实是一位狠角色 虽说礼多人不怪 但是苏迪达的表现却显然有些过了 施尼娜性格直爽敢爱敢恨 也许我们从她精干的短发当中能够发现端倪 后宫是一个是非之地 苏迪达的这种性格显然是更占优势 因此呢能够胜出一点都不奇怪 其次王室成员的关系 虽然两个人都没有声誉啊 但是苏迪达却杰族仙登 没有嫁入王室的时候 就和所有王室成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尤其呢是王室的三位晚辈啊 苏迪达更是花了不少心思才拿下 马哈国王在出席公务的时候呢 身边总是带着苏迪达王后 诗尼娜虽然被赐予了少将的军衔 但是王室重大的活动的时候呢 几乎看不到她的人影 虽然后来也是被赐予了一些官职 但是大多是慈善机构的虚职 并没有实质上的提高地位 都说半君如半虎 苏迪达和马哈国王拥有十一年的感情 诗尼娜贵妃和她的起点也差不多 本以为啊两个人呢会明正案都很长时间 但是没想到才短短三个月就有了了结 苏迪达王后一路走来不容易 她一眉背景二二五子四 能够依靠的只有马哈国王的宠爱 以及自己谦卑的态度 都说苏迪达王后呢是跪着见王室的 可见这一份荣华富贵啊得来有多不容易了 二人的局势已经早已注定 苏迪达一直是实力型选手 哈蒙在三年前呢就在皇室公开场合同框 当时苏迪达还没有做王后 诗尼娜也不是贵妃 但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具体是在2016年普密鹏国王的葬礼仪式上 苏迪达和诗尼娜都穿上红色的军礼服 在皇家部队当中扮演各自的角色 马哈国王呢也是敢想敢做啊 把两个情人同时亮相在公共场合 完全不顾及他人的眼光 作风太不稳重了 苏迪达在马哈国王心目当中的位置更高一些 因为他获得了更好的军衔 被封为中将 而诗尼娜当时呢还没有获封少将 只是孝级的军官 在皇宫卫队当中担任副官 从身份上来说啊 诗尼娜已经落后了苏迪达一劫了 其实他比苏迪达年轻 体力和耐力都更好一些 但是他贪图享乐 忙着和马哈国王游玩欧洲 把更多的健身机会让给了苏迪达 苏迪达非常有远见 他考取了各级军事证书 每次成绩都是A类 这位他晋升当中将提供了有效的辅佐作用 虽说啊这些女人在部队里有马哈国王的扶持 但是他们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水准才能晋升更快 马哈国王也是不太愿意为了女人 寻思的太明显 苏迪达拿到了德国飞行执照 并且射击能力突出 完全是有资格胜任马哈国王的贴身保镖 在普密棚国王的葬礼上 他紧随国王其后跟在各位公主旁边 第一次被其他王室成员注意到正脸 也是被皇家摄影师拍摄到了更多的镜头 仪式活动结束之后 马哈国王带着两个女儿一起乘车准备离开 苏迪达是他的贴身保镖 自然会跟着国王一起上车 他坐在皇家专车的副驾驶位置上 根据外媒报道 苏迪达这时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国王的公开伴侣 所以皇宫卫队的人对他都很尊敬 苏迪达在上车时 还有专人为他开车门关车门 这个待遇可不是国王保镖可以轻易享受到的 苏迪达的礼仪素养很好 他无论何时都会注重到各位皇室成员的高贵身份 在上车摘下礼帽的过程当中 也是表现得很有气聚 之后斯瑞凡小公主还主动的和他聊天 在车上他表现得像家人一样亲密 但是斯尼娜这个时候就比较悲惨了 他的出席了国王的葬礼仪式 在仪仗队当中出了风头 却没有资格跟着国王上进 国王和皇室成员在大殿内做活动时 苏迪达有幸站在大殿门口 而斯尼娜只能在皇宫外门前站岗 马哈国王出来时还看到了自己的情人 他的目光在斯尼娜身上一扫而过 斯尼娜也很想表现自己 他均资标准给国王和公主们敬礼 并目送马哈国王以及苏迪达离去 此时的斯尼娜必须是坚守职责 不能给国王丢脸 他一直在风中助力 该敬礼时敬礼 该鞠躬时鞠躬 直到所有王室成员一次坐车离开 这一招很大气 一举多得 斯尼娜贵妃如果能懂得这个道理 或许她的路会走得更加长 更远一些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好